大家好,我是涮哥 今天我们来听小王子 故事从一位飞行员说起 飞行员在六岁时和大家一样 非常单纯 有一天,他从一本故事书里 得知大芒蛇可以吞食任何野兽 飞行员以此作为取发 画出了蛇吞象的画作 他拿着他的处理座给大人们看 大人都不理解他的思维 都劝他不要再画这些东西了 应该学习历史 数学 语文 这些有用的东西 因此 飞行员放弃了当画家的理想 选择了开飞机的职业 飞行员长大后 习惯了独处 也没什么朋友 一天 他一人驾驶着飞机 突然 他的飞机抛锚了 被迫降在了一片沙漠上 由于沙漠上 空无一人 他只好独自完成 维修工作 在一天晚上睡觉时 他听到一阵声音 一个小孩吵醒了他 他就是小王子 飞行员好奇 在这片空无一人的沙漠 竟然还会出现人 在和他聊天后 才知道 他来自外星 小王子的星球 非常小 只有一栋房子那么大 一天 可以看44次日落 星球上 有矮小的灌木 和一朵玫瑰花 在一天 飞行员在修理飞机时 小王子 问了他关于玫瑰花的问题 让飞行员 觉得非常心烦 不小心出口骂了他 小王子感到沮丧 差点哭了出来 飞行员感到非常内疚 赶紧抱着他 安慰他 之后 飞行员 放下手中的工作 专心的 听小王子 讲关于他的玫瑰花 原来 玫瑰花 是他的星球上 唯一的一朵花 他非常爱这朵花 每天都非常精心的照顾他 但玫瑰花 非常自傲 虚荣感非常强 有时 也很难为他 离开了 自己的星球 但每个命令 只能建立在 合理的基础上 例如 国王不能命令他人 变成蝴蝶 或是 太阳几时日落 因为如果 无法达成的话 那就是国王的错 小王子心想 大人 真是奇怪 不管国王的命令 便离开了他 继续他的旅程 小王子来到了第二个星球 上面住着的是一位虚荣的人 他认为 所有人 都是他的崇拜者 他认为 自己是全世界最优秀的 穿的衣 是最漂亮的 最富裕 最聪明的 但他的星球 从来没人来过 除了小王子 虚荣的人 让他拍拍手 他便摘下帽子 表达敬意 这游戏重复多次后 小王子便觉得厌倦了 虚荣的人说 请你崇拜我吧 小王子觉得他非常奇怪 便离开了他 继续他的旅程 在下一个星球上 住着的是爱喝酒的人 他的周围 围满了许多酒瓶 和空瓶子 他感到非常悲伤 小王子好奇 他为什么喝酒 喝酒的人说 是为了忘记他的羞愧 小王子问他羞愧什么 喝酒的人说 羞愧喝酒 小王子感到很迷惑 便离开了他 去到了第四颗星球 第四颗星球属于生意人 他非常忙 小王子抵达时 他都没抬起头来 他在忙着算术 小王子好奇 他在算什么 生意人说他在算星星 算了就可以拥有他 小王子感到好奇 告诉生意人 他像之前遇到的一位国王 他统治着一切 但并不拥有一切 生意人说 拥有星星 仍让他变富裕 如果有人发现新的星星 他就可以买下它 小王子觉得 他有点像喝酒的人 他认为 星星不属于任何人 生意人向他解释 他管理着星星们 他把星星 数了又数 记录在重要的纸上 然后把它放在抽屉里 所以他拥有星星 小王子觉得他很苦怪 向他分享 他拥有一朵花 每天给他浇水 也拥有三座火山 每天为他们打扫 小王子对花与火山是有用的 但生意人对星星没有用 生意人无话可说 之后 小王子便离开了他 来到了第五颗星球 第五颗星球 是最小的星球 小到 只能容纳一盏路灯 和一个掌灯人 小王子不明白 在没有居民的星球 路灯与掌灯人有什么用 但至少 好比之前的星球的人 有意义 掌灯人 摆天熄灯 晚上点灯 小王子不明白 掌灯人说 这是规定 以前就规定了 星球 从以前的一天 转一圈 到现在一分钟 转一圈 但 规定 还是没变 掌灯人 还继续他的工作 没有时间休息 一下熄灯 一下点灯 在小王子看来 他是唯一不荒唐的人 虽然其他的人 可能取笑他 小王子离开时 感到惋惜 因为 在这星球上 他一天 能干一千四百四十次的日落 离开掌灯人后 他到了第六颗星球 第六颗星球 比第五颗星球 大十倍 上面 诸葛老先生 他是位地理学家 写了很多很厚的书 地理学家知道海洋 江河 山脉 城镇的位置 小王子觉得 这非常有趣 认为 这才是真的职业 小王子问 这星球的海洋 江河 山脉 都在哪里 但他竟然不知道 他解释 这是探险家的职责 像小王子这样的探险家 地理学家 是不离开自己的办公室的 他只记录探险家 所分享的记忆 地理学家 要小王子分享他的故事 小王子分享 自己的星球 有三座火山 还有一朵 他喜欢的花 但地理学家 却是不记录花的 因为花 是瞬息即逝的 很快灭亡 小王子开始担心起那朵花 甚至有点后悔 离开了他 过后 地理学家提议小王子 下一站 可以到地球 那里 听说很好 地球 就是小王子旅程的 第七颗星球了 地球 有百位国王 千个地理学家 万个生意人 百多个爱喝酒的人 亿多个虚荣人 总共有21个人 在灯发明以前 需要几十万的掌灯人 来管理路灯 小王子很好奇 他看不到任何人 因为 他到了非洲沙漠上 他遇到了一条小蛇 他们聊起了天 他跟小蛇说 他跟一朵花合不来 所以离开了星球 小蛇告诉小王子 他很厉害 他可以将人送到很远的地方 如果小王子有天想家的话 他可以送他到那个地方 小王子在沙漠走了很久 终于来到了人类居住区 他来到了一座玫瑰花园 这里的玫瑰花都很像他星球的玫瑰花 小王子感到很惊认 觉得不高兴 他以为他很富裕 拥有一朵独特的花 以为那朵花是宇宙的全部 他越想越不开心 之后哭了出来 这时出现了一只狐狸 小王子看到后 想要跟他一起玩 消解他的难过 但狐狸拒绝他 因为他还没被驯化 狐狸要求小王子驯化他 这样他们就会彼此需要 狐狸对他来说 也会成为其他千万只狐狸中 独一狐二的存在 狐狸也要求小王子 以后见面时 约定一个时间一起见 这是一个仪式 仪式使某些时刻 不同于其他时刻 让他成为特别的存在 小王子和狐狸成为了好朋友 之后 小王子到了将要离开狐狸的时刻 狐狸很伤心 离别时 狐狸送小王子秘密礼物 狐狸告诉他 看东西要用心才能看得清楚 重要的东西 眼睛是看不见的 正是你为玫瑰花付出的时间 才让你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 人类已忘记这点 但你要记住 要为你驯化的东西负责 要为玫瑰花负责 离开了狐狸 他接下来遇到的是板道工 专门为了火车的去向 而调整火车轨道 小王子看到火车来来往往 好奇问他 乘客们都对自己的地方不满意吗 板道工说 人总是对自己的地方不满意 小王子看到大人们都在车上睡觉或打哈欠 心想 只有小孩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接下来他遇到了商人 商人卖磁壳要玩 他能让人一星期省下53分钟喝水的时间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小王子心想 要是我有53分钟 我宁愿慢慢走向肝泉 接下来遇到的人 就是故事开头的飞行员 飞行员修理了飞机 有点渴 便与小王子一起去找水井 在荒芜的沙漠中 要找水井是件难事 两人在途中坐下休息 小王子对着星空仰望 感叹 这些星星的美丽 这些星星如此美丽 是因为有一朵看不见的花 沙漠也如此美丽 是因为某处隐藏了水井 飞行员似乎明白了什么 星星或是沙漠 都是因为某种看不见的东西而美丽 重要的东西是看不见的 在隔天早晨出发不久 他们终于找到了水井 这水不是普通的水 是经过他们长途跋涉 星光的沐浴下所滋润的水 之后小王子意识到 水井的附近 就是当初他来到地球的地方 他对飞行员说着 明天就是他来到地球的一周年了 飞行员知道 他要回到他降落的地方 小王子让飞行员 回到自己飞机的地方 明天傍晚再来找他 飞行员很担心 如果自己被驯化 就难免会流泪 就像那只狐狸 隔天傍晚 飞行员坐完修理飞机的时候 再次回到水井附近 旁边有一座苦老的石墙 他听到小王子的声音 但同时也听到第二个声音 他们是在对话 他听到小王子说道 你毒液厉害吗 不会让我痛苦很久吧 飞行员觉得不对劲 绕过石墙一看 原来是一条黄蛇 他能不用30秒就能把人杀死 他赶快冲过去 接走小王子 黄蛇立即逃之夭夭 飞行员大骂他 怎么可以和毒蛇说话 飞行员让他喝了点水 他感觉小王子的心跳 有点奇怪了 小王子告诉飞行员 他今天要回家了 但路上更遥远 更艰难 飞行员非常舍不得他 将小王子抱得更紧 小王子告诉他 以后抬头看着夜空时 我会在某个星星面笑 所以对你来说 就好像所有星星都在对你微笑 小王子让飞行员放他下来 让他走完最后一步 飞行员流下不舍的眼泪 小王子对他说 这样不对 到时他看上去就像死了 但那不是真的 只是路途太遥远 没办法带着这副躯壳 因为它太重了 最后他迈出了最后一步 没有叫喊 慢慢倒下 像被砍倒的树 倒在沙子上 无声无息